花一百萬美金疏通柬埔寨 全身手銬腳療面對漢化不發 一與郭哲明一身黑衣短褲 在刑事局與調查官高度武裝戒戶下 牙血回台 我幫你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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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换 最近九個月逃亡生涯 上個月在泰國洛網遭到遣返回國 過程中還一度傳出 他花三千萬賣通柬埔寨高層 還有傳言他想借由入墜換取 印度柬埔寨就是想方設法繼續逃亡 所以原本差點回不來 都被遣送到柬埔寨 我們一直有這樣子的憂慮 泰坊其實是基於 真的是多年的情誼 我們合作一直都非常的成功 回顧整起案件 爸爸會館主嫌郭哲明 在去年十月收到 風聲搶先帶著帳房 陳品妍前逃出境 我國第一時間註銷他的護照 沒想到他卻花錢取得柬埔寨 集在東南亞地區四處逃窜 最後在泰國落腳 台灣藉由司法護住 十號成功江人引渡回台 以下飛機直奔新北地 檢數晚前赴訓後 解放認為郭哲明涉嫌重大 且又再度逃亡之余 因此向法院申請擠壓禁件 郭哲明從事地下會對 洗錢帝國遍及東南亞 在國內還經營私人招待所 專門招待檢警高層 在他逃亡之後 引發八八會館之亂 現在終於反國面對司法調查 所有弊案正義違法事實 都跟他一一交代清楚 近新聞 楊宙祥 石油尾 張紫蘭 採訪報導